好 看来大陆的碳中和计划恐怕要做一些修正了 而在这个COP26会议前夕呢 澳洲等国就纷纷提出了净零碳排的一个承诺 其实不管是企业还是国家都不可能把这温室气体排放量降到完全的零 而达成目标的方式就是采用所谓的碳补偿 替代性的来抵消这个排放的二氧化碳 但目前全球没有相关的法规以及交易机制 有专家就警告了市场上越炒越热的碳补偿 恐怕沦为环保洗白的工具 环保意识高涨 大型企业纷纷出面挂保证 强调要达到零碳排的目标 企业环保口号喊得响 但还是会产生必要性的碳足迹 必须利用所谓的碳补偿 来达成零碳排的目标 所谓的碳补偿 就是企业借由购买 以美工顿温室气体为单位的碳性用 来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 也让相关市场的交易额 创下历史来的新高 大型企业受到政府和消费者的压力越来越大 碳交易市场也越炒越热 但相关市场的规范 到现在还是没有完整的机制 包括二氧化碳的价格 也没有全球性的标准 也严重影响到减碳的脚步 我们需要非常努力地 把规范的规范 确定我们可以相信 那一个消费是真正的消费 一个重要的概念是 加密质 你费的钱 会让这个项目发生吗? 例如,在富贵的国家 也就是說現金國家利用大量的再生能源 出售碳信用額度給碳排放國家 這麼一來反而沒有實際減少 化石燃料的使用量 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並沒有因此降低 無法達成抵消的作用 除此之外 碳補償計畫是不是能發揮 持續性的減碳效益 也是一大爭議 專家更擔心這種抵消制度 會讓先進國家或企業 因為購買碳額度 對低度開發的國家 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 綠色和平組織也直言 碳補償恐怕會變成企業的贖罪券 最後只是一場大型的環保洗白 專家強調 碳補償只是人類面對氣候變遷的 其中一種應對機制 透過嚴格的法規 還有交易方式 多元性的抵消計畫 的確有可能減緩地球升溫 但絕對不是萬靈丹 只能靠全面性的改變能源系統 大幅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量 才有望永久達成減碳目標 TVN新聞綜合報導